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关心的政治焦点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最新宣传影片 要改善学童的放学交通 只不过影片中就被媒体人发现 有警方穿梭在车道上 质疑警方怎么会协助拍片 因为小也不放心 他一个人就这样回来了 但是还是总有一天要自己独立 陈时中新人设 学童交通守护者 只不过一旁短衬衫的人 就走在大马路上 目光视线聚集在他身上 让媒体人觉得很奇怪 资深媒体人黄伟瀚FBpo文 说是谁在亥压中 一问之下 这穿梭在画面中的 其实是警察 不知道 我们大概就是依照这样的安排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 澄清无特权 办公室也博弑 呼吁别用错误讯息带风向 市医分局也说 当天只是一般任务 会走在车道上 是为了掌控现场动向 才会和候选人保持一定距离 那同为候选人的蒋万安感受呢 是警方是不是有比较 比较渡厚的时钟啊 针对陈时中 有没有特权没回答 或许也是因为 行程抵达前 警方已在下车点等候 据了解 北市警候选人 勤务的编制 基本上是一组五人 一个带队官 加三名远警 还有一名侦查队收证 分别为前岛殿后 以同心员的方式 将候选人包围 基本场合两组共10人 会是现场状况加派 只不过会被质疑 警方和陈时中特别好 也不是 没原因 除了找前局长 当后援会会长外 议员也曾批评 内胡分局长替陈时中撑散 而闯红灯事件 也被质疑帮护航 选举一到 警方与候选人接触难免 但距离拿捏 可要小心点 台北市的选战 目前是撒卡都的局面 不过蓝营大佬 看北市民调 认为北市选战 还是会回到蓝绿对决的局面 详细内容 这有资争记者邱婉柔 针对台北市长选举 中广日前是做了一份民调 第一名的当然 就是国民党籍的蒋万安 他有29.67% 第二名则是民进党籍的候选人 陈时中是22.13% 第三名则是黄珊珊 他的民调是17.42% 不过这份民调 值得观察的地方 是在年轻人的支持度上面 我们知道陈时中过去一直被说 他的年轻人支持度很低 不过这一次 他的民调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至于黄珊珊则是下滑了8个百分点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就分析说 他认为现在蓝绿已经归队了 所以弃城保皇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已经不会发生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 虽然展望民调现在是第一的 但是挺黄珊珊的还是比挺陈时中的还要多 所以他认为他如果想胜选的话 跟黄珊珊的差距是必须拉大的 而且蒋万必须拿到43%到44的选票才会胜选 我们刚刚也提到现在蓝绿已经归队了 韩国瑜的出来辅选 他应该是对蒋万的选情是有所注意的 有其我们看到他这连续两场跟蒋万同台 这现场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 不过现在民进党的台北市员王世坚 他就分析了 现在国民党的领袖 其实很害怕韩国瑜抢走这风采 所以对他是有所忌惮的 所以必须把它晾在一边 而这状况就像是坐在金山上的期待 他被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下周登场 蓝绿白三方阵也紧锁密鼓的准备 蒋万锁定青年政策跟重阳敬老金 而陈时中跟黄珊珊则是把大巨蛋 内湖交通的列入闭考题 也都将找人来模拟训练打变 点个头打招呼 台北市长三位候选人伸出右手 禁止say hi 就算并肩坐 连握个手都省了 选战倒数一个月 难得齐聚谈社服政策 场内各自阐述 一到场外再为两岸议题火力交锋 双城论坛是两岸的官方唯一的官方往来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努力的国家 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让世界明白台湾的一个态度 不要把讯息传达错误 如果照程中抗中保台的标准 他自己就是他口中的 说一套做一套 根本没有抗中保台的DNA 10月5号首场辩论 三人将直求对决 蒋万安要吸引年轻族群 锁定育儿清创政策 更有守住掌备票 再供黄珊珊重阳敬老金 陈时中除了大巨蛋 内湖交通等也将闭关 并模拟演练 黄珊珊本周同样锁定 大巨蛋 内科交通等市政题 下周则备占攻防 他十足的政策魂 他也是个政策控 他对于政策的掌握 本身是非常的精准 我们必须把160项的政见 政策能够有效的精炼 找出重点 能够说出亮点 在下个星期的部分 我们应该是会找人来跟 珊珊这里来对变 市政题的部分 我觉得珊珊她 因为比较娴熟嘛 然后所以我们不会准备到 200题左右的这样的题型 三阵营比脑力也要拼速度 11月25号选前支夜大拼场 黄珊珊抢到北市府前广场 蒋万安抢凯道落空 国民党中央前广场当备案 陈时中则有凯道 北平东路两个选择 在此之前 辩论场上先用实力证明 自己最有资格入主北市府 而在桃园选担的部分 媒体人黄伟翰就指出 桃园对于民进党来说非常的重要 如果输了桃园市长的选战 不但牵动郑文燦的隔魁大位 也会影响绿营2024的布局 再请婉柔为我们分析 年底的桃园市长选举对 蓝绿两党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有像是以国民党来说 朱立伦曾经就是桃园县的老县长 民进党来说则可能攸关现任市长 郑文燦能不能接下行政院长的这个位置 不过我们来看到郑文燦过去七年 在桃园的执政其实支持度是蛮高的 有突破七成的 但从昨月开始却是往下掉的 9月来到了百分之六十八 10月又再往下滑五个百分点 现在大家也关心说 那郑文燦的支持者到底能不能百分之百 转移到党提名的候选人郑运鹏身上 这民调出来了 只有四成六的支持者愿意支持郑运鹏 那总统当初支持总统的人 只有百分之五十二会表态要投郑运鹏一票 媒体人黄伟翰就分析了 她说桃园市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也有一定不能输的压力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朱文燦可能就没有行政院长了 当然蔡英文也就无法影响 2024的总统大选 但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2024对民进党来说 很多人都说是郑文燦跟赖清德 要来争取这个总统位置 不过这总统的过去 似乎又跟郑文燦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就有些俄语就会传出 像这样子说她输了 就没有办法影响 2024总统大选这件事 选择倒数一个月 为了抢供年轻选票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今天向年轻人提出三个拜托 分别是订车票 揪朋友回家投下正确的一票 另外副总统赖清德 也在脸书宣传18岁公民权 桃园市长候选人 郑运鹏接受绍康战情室专访 但凭空战之余 年轻票是否也要杂把劲 根据TVBS日前民调 郑运鹏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 落后对手12个百分点 只是跟桃园同样状况的 还有台北市称时中的青年支持度 调车尾 但过去年轻人可是民进党优势 烟下绿营似不及了 拜托大家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订车票 也一起关心家乡的选举 我也可以保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将会是青年勤政来相处 总统以党主席身份呼吁青年返乡 同一天赖清德也用影片宣传18岁公民权 他们在乎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请让他们有机会发声 蔡赖分进合集 尤其对赖清德来说 没有2022拿来2024 国民党的朱立伦一同 选战倒数一个月 目标设定北北基桃全拿 其中桃园更是不能输 至于也是2024热门人选的柯文哲 除历听北医师和竹市外 还爆料 那郭台铭他不会选的 几率很高 他说他不选 他当我面说他不选 我说这个到时候再讲吧 如果有人家给他 也有陈桥兵变黄袍加深 紫蓝绿白三党叫警拼 未来出路 七笔变新闻 崔重庆换柔才报道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被资策会认定不当兼职 并且提告他论文侵权 高宏安在找出过去任职资策会期间 跟主管往返的信件 证明自己不管是在美国工作 就学或者是在科制企业 资策会全部知情 希望资策会所政统执事长 可以来跟我道歉 指控高宏安违反职场人理道德 没有在前三学期报备 完全就是扯谎 抛红资策会执行长公然说谎 被指过去在资策会时违法兼职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搜集证据大动作反击 高宏安在科制所执行的这些工作 都是高宏安在资策会任职期间 主管所指派的工作 我没有指令科制企业的薪水 你既然都已经去查证 你也去求证了 为什么你不对外说明 还要用这样影射的方式 批评资策会找知情 却隐瞒选择当选举打手 高宏安翻出当时跟资策会主管的电子邮件 先是2012被资策会派驻美国工作 推动新兮纳提大学合作研究 时任副执行长还关心他工作 学业状况并非如资策会所说到第四学期才知道 还有2015年资策会主管跟科制总经理联络 建议让高宏安以业务处长职称来辅导 资策会官网才会公开以科制企业处长来称呼高宏安 不只一口咬定高宏安不当兼职 资策会还告高宏安论文侵权 并去韩欣欣纳提大学 要求重新审视有无违反学术伦理 高宏安翻出过去文件 要让资策会一刀斑命 而国民党对手林根仁也到台北 再打新竹棒球场争议 资策会已经透过提告 那我们也尊重司法 林根仁把球场当舞台 避免高宏安大战资策会中 又成选战边缘人 台中市副议长严立敏竞选总部成立时 他父亲严清彪上台助选 也顺便帮卢秀燕拉票 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奇章被问到 严清彪挺卢 他说严清彪一定有无奈跟难言之隐 这被严宽恒开酸 直指严家真正的无奈 是当初中二选区补选 蔡奇章等人竭尽造谣抹黑之能事 什么情况 严宽恒脸书大酸 奉劝蔡奇昌不用黄鼠狼给击拜年 事情得说回到这个月22号 台中市副议长严立敏成立竞选总部 他爸爸严清彪站台 也没忘帮其他人拉票 似乎暗示市长要投三号卢秀燕 但严清彪不是不再参与任何选举及政党事务活动了吗 他有他的无奈 毕竟他的女儿还是国民党提名 他女儿也要继续来连任这个副议长 所以我想严总市长一定有他内心痛苦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 他一定有一些难言之隐 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奇昌被问到严清彪挺卢 他连说两次这是国民党家务事没什么评论 却真不住又多说了几句 我想海线的人都知道 盧市长在严董事长当时 在自己选举困难的时候 是怎么去拜托严董事长 那严董事长怎么力挺他 他当选之后是怎么切割人家 怎么嫌弃人家的 这个就是人情义理 那这个东西我想让很多 严董事长的支持者感到很切心 而这些回应看在严清彪儿子严宽恒眼里很不适滋味 不只强调自己挺卢秀燕就是挺到底 大酸 蔡奇昌跟林家龙之间虚情假意 通篇无奈 讲的是当初中二选区不选 蔡奇昌等人竭尽造谣抹黑 甚至讲他现在的挑拨离间才是真的无奈 PO文猛酸 蔡奇昌只会让更多人看破手脚 无奈直指蔡奇昌的选情告急 倒连严家的票都想要 TVBS新闻红 财伦李承佑台中采访报道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质疑自己跟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举办市政座谈 却有人躲在金炉后面拿手机拍照还回传讯息 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西屯区公所的秘书室主任 质疑难道回到白色恐怖时代了吗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奇峰指控 他跟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在西屯的公庙举办市政座谈会时 工作人员发现金炉后方躲了一名女子 不断拿手机拍照还回传讯息 后来发现她是西屯区公所的秘书室主任 这就是一种偷鸡摸狗的心态 她自己作贼心虚 所以我想她的目的就是偷拍跟监控 议员大骂难道回到白色恐怖时代了吗 比对照片里的位置 当时公所的主任应该就是站在我这个地点 然后朝里头拍照 这地点就在马路边 另外张照片拍照者就站在金炉旁 当时的座谈会办在公庙的广场 属于开放场域 也没有禁止拍照录影 不过绿营指控市府行政部中立 还派公务员监看对手阵营选举活动 公务同仁下班时间 还需要来做这种政治阵防 我想市政府应该 市长应该出面跟大家说明清楚 公所同仁在下班的时间 参加公开场合的活动 属于个人的行为 并未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 公所强调会秉持行政中立 当然也不会去影响公务员下班后的私人活动 国民党台中市议员黄建豪说 他也多次在国民党的造势场合 看过其他阵营人员到场 但选举不就是寻求各方支持 不可能一看到不是自己人 就胡乱扣帽子 中国大陆在二十大之后 对台威胁只可能加剧 再把时间交给宛容 中共的二十大日前落寞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也接受了国外媒体的专访 他就提到说 未来大陆恫吓台湾对台的威胁 只可能加剧 是不可能变小豆 吴钊燮跟进一部分析说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 封杀我们的做法 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会改变的话 只有可能会加剧是更严重的 对于这些相关状况 其实外交部都会仔细观察 做最好应对 不过吴钊燮自己也提到一点 因为人家说危机可能就是转机 所以吴钊燮就说 他现在也发现到 国际社会对二十大的观察 都不是太正面的 所以他认为 现在正是台湾建立国际友谊的最好机会 而大陆国台办今天召开中共二十大会议后的首场记者会 对于中共党章正式纳入遏制台独 国台办表示这是体现全党意志 另外也强调未来还将是情况加强法制力量 打击台独势力 二十大会议首次将遏制台独纳入了中共党章 这是否代表除了反分裂国家法 以及纪念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 大陆未来还有其他制裁 我们将持续加强运用法制的方式 或者法制的力量来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还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 进一步出台法制方面的新的举措 新上任的大陆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他的台海帮背景 再加上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工作报告中有重申 对台不放弃武力统一 未来五年是否会加大对台的威胁和武嚇 对此国台办重申 遏制台独和解决外来势力 干预两岸事务的决心 不能让台独分裂 这个灰犀牛 那么最后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 划出红线底线 展现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 至于中共二十大 两百零五位新中央委员 现任的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并未当选 台面上设台的官员也未有人挤进了中央委员 外界猜测未来中共设台高层可能面临大唤泄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党大使大 对党章修改增加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 是对台工作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 体现了全党意志 虽然国台办没有正面回应 但目前包括大陆外交部的党委书记齐玉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刘海鑫 三人近期都曾被外界点名是刘洁一的接班人 TVB的新闻陈旭一陈向如北京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